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区 在当地时间周二下午3点07分 及台湾时间周三凌晨3点07分 发生卡车冲撞路人案 造成8人死亡至少15人受伤 警方定调这是恐怖攻击 凶贤是居住在美国 佛罗里达州的乌兹别克人赛波夫 案发地点是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区 嫌犯从北侧进入脚踏车道 沿路撞击直到撞到校巴才停 嫌犯驾着卡车高速冲撞脚踏车 众人纷纷逃窜 卡车不停急死撞到一辆学校巴士才停下来 嫌犯下车后挥舞着枪支还大声喊着真主自大 这是嫌犯撞车后不停在街头逃窜的画面 嫌犯不久则被警方制服压制在地 警方在嫌犯驾驶的货车上发现一张纸条 上面称是以ISIS名义犯下此事攻击事件 被撞击后的学校巴士严重凹陷 当场就无法行使 而这是嫌犯犯案后现场盲目疮痍的画面 场景相当的触目惊心 川普也在推特上说 这起攻击事件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病态且疯狂的人所为 而我国驻纽约办事处则表示 先向纽约市警察局查证 目前占无台湾人受影响 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导